杜钦田情书克木桌!罗平追笑花靠一晚周交往12年! 杜钦田,左,情书克木桌!图民事提供!2018年3月10日! 一人度心田殆金,9日晚间8点播出的民事节目《台湾那么望言唱》,心动,分享自己青涩纯真的特别初恋故事,因为别人的情书都是手写信,他们传情说爱竟是刻在木桌上。 罗平则透露自己靠一晚皮蛋瘦肉粥,打动笑花芳心,黄爱情长跑12年。 杜钦田表示,当时自己是副班长,对方是班长,两人当年因搬物,有许多独处机会,导致关系非常暧昧。 直到期末考时交换座位,我刚好坐在南方座位,意外发现对方在桌上刻字留言告白才确定情侣关系。 而那张学生木桌,也就成了我们两人的定情木,毕业之后,还特地回学校想找回那张定情桌呢? 罗平,左,追窍花靠一晚周交往12年。 图民事提供。 2018年3月10日。 罗平唱戏歌来,可以深情浪漫,也可以挥斜告怪,但说到她的爱情观,只有专情可形容,她自爆出恋女友是高中笑花,有很多男生追,还有人天天送花,送金条,还跑车接送上下雪。 但罗平骄傲的说,这些人都没有成功,我自己反而靠住一晚,提胆瘦肉粥,成功打动笑花芳心,甚至爱情长跑长达12年。 她有感而发,从16岁到28岁都在一起,两个人的青春年华,最美丽的岁月都奉献给彼此,但感情也慢慢升华为家人了,最终才协议和平分手。 这周她选唱,她爱了我好久,仿佛唱出自己对于这段恋情的心声。